笨本猪 笨本猪以前特别爱哭 大家都叫它爱哭鬼 可是现在笨本猪不仅不爱哭了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现在小伙伴们都叫它开心果 猪妈妈觉得奇怪 怎么忽然间笨本猪就变得不爱哭了呢 猪妈妈问笨本猪 调皮的笨本猪眨了眨眼睛 什么也没告诉猪妈妈 猪妈妈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笨本猪和乐乐猴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 那天阳光明媚 笨本猪和乐乐猴在草地上边跳边唱十分开心 突然 突然 哎呀一声 乐乐猴摔在了地上 原来乐乐猴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乐乐猴的胳膊摔了一下 蹭破了皮 流了好多血 笨本猪看到吓坏了 还差点流出了眼泪 笨本猪赶紧把乐乐猴扶了起来 关心地问道 乐乐猴 你的胳膊流血了 难道不疼吗 你为什么没有哭啊 怎么会不疼呢 可是我见过许多小女孩 摔了跤都不哭 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这点小伤我一定要忍着 我才不哭呢 笨本猪听到之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笨本猪想起上次自己摔倒 皮都没蹭破 可自己就哭了半天 笨本猪看到乐乐猴这么勇敢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脸都羞红了 笨本猪停下来想了好一会儿 然后对乐乐猴说 你真勇敢 我以后一定要向你学习 不要再因为一点小事就哭 也不能因为受了一点小伤就哭 我也要像你一样 做个勇敢的孩子 说完笨本猪和乐乐猴一起继续上学去了 从那天开始 笨本猪真的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孩子 再也不随便乱哭了 大家都夸笨本猪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大家都好喜欢他 大家都好喜欢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